這個案子辦的真的是很詭譎 第一個挑一個不大不小的案子 大家會覺得說明代常常在協調違建案 為什麼這個案子這麼嚴重 連夜這個問訊 然後最後還把這個議員給羈押起來 這個案子有兩個不同 第一個他特別挑張兆良 是在擔任公務員期間協調的案子 不是在挑他第一屆跟第三屆議員 不是議員 因為議員也一定協調很多 可是因為議員沒有公權力 他可以說我只是協調 我只是受選民 我只是建議 請託 拜託 去拜託一下這樣而已 可是公務員是有公權力 而且十二指等對於區公所 是有上對下的指揮的這個權利關係 第二個他挑了一個這個 這個興建中的這個新違建 照理說興建中的新違建 我們都是不幫忙協調的 急暴急拆 而且他這個違建蓋好了以後 不是家用違建 是租給了SAVEN去營利 所以就抓到圖利罪 如果是一般的我們常常 明代比較常協調的違建是家用的 譬如說頂樓加蓋 陽台外推 然後窗台多做這種家用的 你很難說有什麼圖利的行為 但是這一個因為對方蓋完了以後 把他租給了這個SAVEN有獲取租金 所以這就有圖利的行為 有得利的行為 所以這個是我認為又是檢方一個精挑細選 去整鄭文燦跟他子弟兵的一個案子 上一次我說華雅也是這樣子 挑了一個有斷點的案子 為什麼 上不去啦 中央就說我們沒有給他過啊 我們有把關啊 也沒有別人啊 因為就監聽到鄭文燦就這樣子而已 也沒有別人啊 鄭文燦如果事後賴清德 真的哪一天要放過他 他有還啊 也有脫罪的理由 那張兆良這個案子也是一個不大不小 他之後也可以說 我怎麼知道他是要來租給別人的 就有人在 民眾來拜託我 可是在整的時候 都用非常這個雷厲風行的方法 積壓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同一個案子裡面 區公所的公務員是怎樣 5萬交保 8萬交保 那你說他有政治人脈你就把他積壓 那是不是所有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通通都應該要積壓 因為哪一個政治人物沒有人脈 高宏安也有人脈啊 那是不是也要積壓 任何一個 那鄭文科你也可以用這個理由 把他積壓 那很可怕 不管大案小案 不管你掌握的證據 已經充不充分 你全部積壓 就是說雖然他是民進黨 但是我一看這個案子就覺得很怪 有罪可以起訴他沒有問題 他一壓起來 就好像有一點小題大作 殺雞肉牛刀 沒什麼 希望겠다 五 大 禮 板